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 跟弟兄姊妹们做我的见证 其实也没有那么精彩吧 感谢赞美主 就刚刚陈弟兄所说的 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就在我母亲受敬之后的一个星期 就被我母亲拉去受敬了 那个受敬本来我以为 能够解决我的一些问题 但是发现好像相信主耶稣 也不能够解决我的问题 那到底我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我从小生来就跟你们不太一样 我就是刚刚陈弟兄所说的 我生来就是能够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事物 也就是俗称的阴阳眼 小的时候因为不知道 看到的人总是会说 叔叔百姨不国嘛 然后慢慢妈妈她觉得我不太对劲了 很奇怪怎么常常我跟她说 常常对着空气说话 或者是跟我父母说 家里就有个客人来 为什么都不理他 我妈久了之后她就发现 好像我有那么点怪怪的 那她就跟我讲说 人家人不吹没你 不要说话 我不要说话就不要说话 所以之后我从来就不跟我父母谈到这样的事情 那很多年轻人 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都很想很希望有个阴阳眼 对不对 能够看到那些 像我们有一些鬼怪节目 或者是甚至一些带我年轻的时候 我周遭的朋友也都是 他们都好希望说 哎哟 你有阴阳眼了 我也好想要哦 但是其实有阴阳眼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情 当我小的时候开始慢慢长大了 知道他们不是人了之后 我开始就面对了一些环境在我的身上 比如说他会作弄你 他会戏弄你 这个算好的 甚至有的他会吓你 但是不至于伤害到我 但是那种惊吓实在是无可比喻 但是我都觉得真的很烦 烦到想要脱离这个世界 谢谢 然后直到那个时候 妈妈带我去受镜 我想说受镜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 结果没想到依然不变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在教会的日子 在过教会生活 就是我在十字会所失态得救的 那教会生活就是 主日早上打乒乓球 中午吃爱宴 就这么结束我的教会生活 那等到我国中毕业之后 我上了土砖 我就不再聚会了 我就这么跟主耶稣说 主耶稣再见 我就开始了 我的寻求真神之旅 我这个寻求真神之旅持续了很久 我跑了大大小小的庙 不管是佛教也好 道教也好 藏义也好 什么东西 反正因为我看得到的关系 所以外面比如说像在做法啦 或者是说赶鬼什么的 或是道士在什么供养啊什么东西 念咒语那些 你们可能不觉得有什么异样 但是在我看来我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那当然有一些人来人去啦 然后有一些拼拼翔翔的 可能不像电影那样子那么精彩 没有电影那种特效 但是差不多啊 差不多有那种感觉 带到就好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就在这个寻求真神的过程当中呢 一直到我26岁的时候 我碰到了一个道教的师父 他是台北市著名的港轨师父 他非常的有名 那我也去过他那里几次 我去了他那里第三次的时候 他就说你要来拜师 我说我不想要拜师啊 反正我只要求平安嘛 不要过来烧到我就好啦 他说你跟人不一样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一眼就看到了 我有这样的能力跟特色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 就觉得这个师父跟别人不一样 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就说在过了大概半年左右吧 有一天我去他的庙里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可燕下礼拜啊 你就拿着鲜花树果 你来拜师了 我说那我借戴基 你说下礼拜就下礼拜 我还不想拜师 我告诉你 他说我告诉你 会有人告诉你 我说真的吗 对 好 那因为我不是跑很多庙里 对不对 另外我要跑什么 我们那个慈叉公 有没有 慈叉公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了 拜那个黄叉娘娘的那个 就拜那个 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那里的姬童 他是那里的姬童 结果就在这个 我那个要拜师的那个师父啊 那个敢鬼特厉害的师父 跟我讲的隔天 他打电话给我 他打电话就跟我讲说 你最近怎么样了 我说我最近没怎么样很好啊 他说我昨天梦到你的 我就开始吓死 我就吓了一阵冷汗 因为他每次梦到什么事情 那个事情都会成真 然后他说我梦到你的 我说呦呦 那是什么事情 他说我梦到你是一个很乖 很听话的学生 那老师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你到底是怎么了 我说我就跟他讲了这一段故事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觉得呢 然后呢他就站在一个鸡身的角度 跟我说你绝对不要拜师 但是呢他说如果神明要你做的话 那你也没办法你也得去 那后来我就真的我就带了鲜花束缚 我就拜师去了 但是我修的这个呢不是鸡身 我修的这个是神通 是修十二道金身 我的师臣呢是浙江舟山的观察佛祖 这样我就以为我们不能有别神的名贵嘛 来观察佛祖 这个我就拜了正式的拜师了 白天呢就是这位肉身的师父啊 他会教我法术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就这位观察佛祖呢 会在我的梦中啊 来进来来教我法术 我觉得这么修法 修了可能我真的因为天赋义禀吧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师父说我是领事降生 要来祭祀救人的 我还真的相信呢 但是呢我觉得我 其实那个都对我来讲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啊 要解决我的问题 我不要再被鬼啊 欺负了 我不要再被鬼啊 骚扰 打扰 我要把他们拿 欺负回来 所以修法四年之后啊 我的法力算是不错啊 开始在庙里面啊 带领师父了 师父不在的时候 就是我坐在那里 人家说 哎呀 凯燕师父 在开始问了一些 我就开始在那边带领师父啊 办事情 办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 比如说你这个风水啊 你看名字啊 或是你最近的运势怎么样啊 你家中的摆设啊 干嘛什么的 种种的安坐啦 安太岁啦 甚至啊 下地府啊 去掉阴魂 还有上天堂啊 去看你天堂的房屋 这些啊 还可以帮你补米补钱等等的 什么都可以做 哎呦 我也真不知道我这么厉害 这么大的能力 而且啊 这个还可以呼风唤雨 叫神明来就来 叫神明走就走 那时候的我啊 哎呀 真的是 在外面的人来说啊 我很自傲 非常的自傲 因为啊 工艺小有成就嘛 然后呢 我的工作那个时候 是外商成衣外贸公司的高级主管 也是一人之下 没有万人啊 就是百人之上啊 所以呢 不管在白天也好 晚上也好 我都是啊 都是都被人家尊称的那一位 就在我在这个这么高 看起来应该是人生最好的时候 可是事实上那时候啊 我觉得是我最悲惨的时候 为什么呢 虽然外面啊 晚上师父很风光 但是呢 我的里面的疑惑啊 却越来越深了 因为第一个 就我刚刚所说的 我的法列音高到啊 可以呼唤神明 叫他来就来 叫他走就走 那我的想法是 我是人啊 神明是应该来我们敬拜的对象才对 那我怎么可以叫神明来就来 叫神明走就走呢 我是谁呢 难道我比神明还大吗 因为只有大的 孤儿小的嘛 我们叫小妹夫说 诶 谁过来了 那他就有点乖乖的过来了嘛 那另外第二个疑惑就是 的确 当我学了法律之后 我慢慢的 法律比如说一级二级 比如这样的比例 慢慢上去的时候 我小鬼我不怕了 但是呢 小鬼不怕之后 来了更大的 更大的鬼 不怕了之后 来了更厉害的鬼 反正呢 永远有比我更厉害的 那我就问我师父说 诶 师父啊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那道道的也来讲 我修法之后 我有神明的法力 应该比鬼还厉害啊 为什么还是有那么永远感不完的鬼 我师父就跟我讲说 那你就修得跟我一样厉害啊 我说 哦 原来是这样的 结果没想到 就在我第五年半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呢 我先上 我上了之后 我顶不住了 我就请我师父赶快出来 结果 我师父来了之后 没多久 就跟我说 开燕啊 咱们哈金来找 这个事情连我师父也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我的营物就越来越大 说 这怎么回事呢 原来还有连我师父都不能处理的事情 这个鬼怎么会这样子呢 照道的也讲 邪不胜正嘛 对不对 我们说道高一词 磨高一词 诶 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就啊 在这个晚上修法的部分 我就啊 越来越迷惑说 我走个正常路 到底是不是正确 那另外呢 那时候我已经跟我姊妹结婚了 那我姊妹 第一个她很排斥我 修法这个事情 因为啊 晚上 因为我越修越厉害的时候 我去拆人家的庙 越拆越多的时候 那些啊 有的没的都 半夜来找我洗几啊 偷洗 所以我半夜常常都要 我不是有修十二个金身吗 那时候我已经修了八个金身了 所以我八个金身可以随时出窍 去跟他们对打 那是一对打的时候啊 那个旁边的 那个周遭的空气啊 是冰的 是冰的 阴冷的 所以我姊妹 又又醒来 他会看 我又不再看 他就打我一下 满茶啦 现在没有人 然后呢 那我姊妹也很看不习惯 我师父啊 常常卖玉 那个玉里面呢 就有一些什么守护灵嘛 他把一些灵体啊 就把它录到那个玉里面去啊 说这个 哎 保护你 结果没想到呢 被保护的那个人啊 就常常变出问题啊 那我师父总是有个说法 我师父说啊 对不起 那个灵啊 我给你录的灵本来太小了 你现在遇到那么厉害的 我帮你给录一个更厉害的 然后卖更多钱 同样的玉里面 一次 一玉里面卖好几次 你看 真厉害 我姊妹就看不习惯这个 所以我跟她常常就有很大的一个争吵 所以在那个时候啊 我很骄傲 我正骄傲的时候 我是真的不理会我的姊妹 我那时候甚至有个想法 你不喜欢 那就离婚啊 我那时候真的有个想法 只是差一点没讲出来而已 所以我的婚姻 其实事实上是濒临破裂的状态 然后我又遇到 那个法术的疑惑的一个瀕临 然后离到一个 我没有办法去解决 好像掉到那种无限的深淵 无法释法 我想逃脱啊 也逃脱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就在这个时候 我母亲恢复聚会 因为我们中间有十几年没有聚会 那我母亲在那个时候在淡水 恢复聚会 然后恢复聚会之后 他也把我的情况 跟弟兄姊妹分享 那当然 弟兄姊妹就一直要为我代祷 我母亲也一直约我要去聚会聚会 可是你想怎么可能 对不对 就我那个妈妈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智慧 有一天她就说 你载我去好不好 我说 好啊 就把她载去嘛 载去之后说 那你要不要上来一下 我说 你等一下好了 只要等一下 我待会就走 你等我一下 好不好 上来等一下 我说 好吧 那你既然待会要走 那我就上去等你一下 没想到我一上去 就被围剿了 弟兄姊妹们就围着我 你拜的不是真神啊 你拜的是鬼啊 你拜的是什么东西啊 你要跟主耶稣祷告啊 哎呀 我那时候 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咧 我说 主耶稣祷告 我天天神灵话来话给你 你不知道哦 主耶稣祷告啊 哎呀 主啊 反正啊 弟兄姊妹们围我没有办法 就在那个时候 有位师母 她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 反正我们跟你讲 人跟你讲的话 你都听不进去 没有关系 你啊 都读了那么多经啊 经书的 经书嘛 你就再多读一本经嘛 也没有差别啊 我说 哦 对 那哪一本经啊 她又告诉我 圣经 我来说 原来是这个 可是啊 这一句话真的 听到里面去了 在几个月过后 一个早上 我就拿起我母亲 桌上那个圣经啊 随意 因为想到那个师母的话 我就说 多读一本经也没差嘛 我就拿过来 随手一翻 就翻到了路加福音 看到了主耶稣赶鬼 我说 哇 原来主耶稣跟我是同行啊 他也赶鬼啊 我来看看他到底他怎么赶鬼啊 诶 好 那个路加福音说 主耶稣 他用啊 权柄和能力命令乌灵出去 乌灵就出去了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真是吓得一跳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人是这样赶鬼的 我本身是赶鬼的嘛 我似乎是最厉害的 但是我们都没有厉害到 用命令就可以让乌鬼出去了 我们都要用我们的法令 法令拼不过的时候 就用法宝 法宝再拼不过 我就写福仲 总会赶你吧 但是呢 这个人竟然用命令的乌鬼就出去了 他到底是谁 我就很认真的 从马太福音啊 翻到前面 马太福音 一章一节开始看起了 马太福音就说 他是谁呢 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 我就在想 神的儿子 人的儿子就是人嘛 那神的儿子 一定就是神咯 那这个神 跟我所拜的神灵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就想到那两个词 一个是权柄 一个是能力 能力我比较能够了解 因为我常常跟鬼比拼能力 我拼不过他 我就可以跑 我拼得过他 我就把他收起来 这叫比拼能力 那权柄是什么呢 我就想到 啊 在公司里面 我老板对我有权柄 因为他付钱给我 请我来上班 所以他对我权柄 那在学校里面 最有权柄的就是校长 校长 他只要下了一个命令 全校的老师跟学生都要听他的 这个就是权柄 我就想到了 难道 我们主耶稣是最大的那一个吗 对不起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有多神论 最大的那一个 我就想 难道主耶稣是最大的那一个 所以他有权柄 可以叫鬼出去 鬼就出去 那我所拜的神明 不能够这样命令鬼 难道我所拜的神明 是跟鬼站在同一个水平上的吗 我不知道朋友或是丢死妹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他们的位阶是一样的 那主耶稣的位阶比这些都还要高 所以他有权柄啊 建命令乌鬼 然后叫乌鬼出去 乌鬼啊 就出去了 我就在那里有个反转 我就想到了 之前师父有一次跟我 因为我有问师父说 为什么我可以呼唤神明 叫他来就来 叫他就去做 我师父说 其实现在的神明都是怎么样呢 都是好人啊 死之后到了地狱去 到家的说法 到了地狱去 然后呢 他看你啊 是个好人 生前是个好人 死后一定是好鬼吧 那好鬼呢 看哪里有个缺 哪里有土地宫缺 土地宫是最低階的 土地宫接 那你就到那里去做土地宫 土地宫做得不错 你再上来做千岁 什么叉叉 千岁 有没有 叉叉 爷 有没有 就做这些比较高階一点的 这些再做得不错 你就可以开始做官叉的 还是抹叉的 还是抹叉的 抹叉的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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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到一些事情 那换句话说 这些都是鬼做的嘛 我就在那里啊 哇 整个翻走 我说 耶稣啊 可是那你是真的神 没事啦 那最大的神 最真的神 可是呢 怎么办 我到现在才知道啊 我怎么回头来不及啊 对不对 我 换句话说 我已经有一批 你拥护我的fans啦 信佛啊 我师父跟我也穿步不离啊 我这一生乏力 对不对 观察佛祖在我身上耶 怎么能够相信耶稣呢 而且信耶稣被人家知道 好丢脸的一件事情啊 没想到我在这个时候 我在跟主耶稣说的那些话 他都听了耶 他真的都听了 因为我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 我就发现我的法力都不见了 我吓一跳啊 我想说 哇 真是败啊 有法力的时候 鬼做完小信 没法力的时候 绝对被打得半死了 我想说 赶快 还好眼睛还看得到 我赶快再看啊 有没有 附近有没有 有的话 赶快拿东西自保 没想到啊 诶 我就看到了鬼 但是呢 鬼都远远的不敢靠过来 我就知道了 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而且这个事情啊 绝对跟主耶稣有关 那我就想说 那是不是要去聚会啦 可是 怎么跟我师父说 我要去聚会啦 所以我怎么办呢 我就好了 我就 哎呀 在那边游移啊 两天过去了 三天过去了 诶 一个礼拜过去了 我师父啊 密通电话都没有打给我耶 我们平常的时候是 每天几乎都在 因为 晚上11点都要打坐嘛 一定都要到他家去 没去啦 他就会打 又来说 诶 怎么没有来 好 那你晚上继续要跟那个无形的师父练功喔 哇 他都会这样 我们非常密切 但是呢 他竟然一个礼拜啊 都没有打电话来给我 我就知道了 哈利路亚 我真的要去聚会啦 感谢所 哎 就在聚会之后啊 好 第一件反 第一个反对的是我姊妹 因为他骂我是笑的 他说 前天你还在那个庙里面 对不对 怎样 你说你现在要去聚会啊 你头发霉了 你笑 但是呢 感谢所 我觉得在聚会的里面啊 哎呀 真的是跟我以前啊 在庙里面的光景 完全不一样 那个庙里面的光景啊 是黑黑暗暗 阴蹦蹦 黑黑暗暗 阴蹦蹦 你看我们聚会的地方 你看 董文的明亮 弟兄姊妹的脸上 都带着笑容 那我们的庙里面的幸福都是这样 书啊 老天啊 你都知道笑容啊 然后呢 在聚会当中啊 就很享受神 他说神啊 是光 是爱 他也是义的那一位 这跟我所拜的神灵完全不一样啊 我所拜的神灵跟我之间啊 后来我想想 我们只有交易的关系 我卖给他更多 他就给我更多 我必须要给他多 他才会给我多 那 可是这个神呢 他是白白的 你只要买 哈利六亚 他那个救恩也是白白的领受 我就感谢赞美主啊 怎么有这么好的一位神 所以在聚会当中啊 我就享受这位 是爱又是光的神 然后呢 我跟我姊妹呢 也在我恢复聚会的三个星期之后啊 吃了两次的爱恋 莫名其妙的就被推去受敬了 受敬之后 他其实也不太聚会 但是呢 感谢赞美主 他说啊 他每次都不想去小牌 但去了小牌之后 回家途中 他总是想着说 还好有来 Amen 那所以 第一个先改善的是我和我姊妹的关系 之前濒临的破裂 但是就着信入主之后啊 我们之间的关系改变了 基督在我们的中间做人位 我们恢复了甜美的婚姻生活 虽然还是免不了打打骂 不是打骂 不是打骂 脚脚脚脚 但是啊 很快的就会长朝连连 互相认错 互相悔改 那最妙的是 聚会两年之后啊 我的眼睛啊 也看不到啊 太好了 我就完全啊 从这个黑暗当中啊 被释放出来了 Amen 所以说西柱上一边讲说 他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全世 Amen 然后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语 Amen 我们就真的相信啊 神这完满的救恩 Amen 感谢赞美主 我们就这样子啊 被神啊 完全的拯救出来了 Amen 最后我再加一句 我师父到现在都没打骂给我啊 打骂再没走 那因为到在我那个时 还在当法师的时候 有一次啊 我有一个案例 就是我下去钓一个人 结果一直钓 钓不上来 那我当然就交给师父处理了嘛 那师父 他二话不说 他也没下去 他就直接问他人家人说 你阿公是基督徒哦 然后他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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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不用钓啦 钓得到啊 哈哈哈哈 我师父就是把我轻描淡 他就说了 后来我问我师父说 为什么基督徒钓得到 他说 因为那是不同的国 Amen 我这个时候还没什么印象 他到我聚会之后 到我读到那世界的握在恶者的手里的时候 我们刚读的那个哥罗西书那个 他爱死在国里的时候 然后呢 圣经也说得很清楚 我们不是在神的国里 就是在撒旦的国 所以这世界只有两个国 所以我就非常清楚 我对于这国度的关系啊 我就非常的 有那个感觉 特别是对我们说要用祷告 来征战 攻导 那心思的引擂 因为那心思高主的引擂 我们必须用祷告来攻破它 因为那是我们唯一属灵的兵器 就是神的话 那就是祷告 我就换句话 我对这个非常有感觉 那为什么我在做这个补充呢 就是因为说 撒旦他是大有能力的 我们知道他就是多多的天使长 神给他的权柄 他仍然握有 掌管这宇宙 世间 还有阴间的权柄都在他手上 神病没有收回来 因为他是公义的 那 所以呢 他就制成了一套系统 他制成了一套系统 那是属于属撒旦的奥秘 那是属撒旦的系统 那我之前就是在那个系统里面 换句话说 我到阴府去吊人 吊上来的人呢 真的是他的亲人吗 我刚开始吊的真的是都是他亲人 就我的经历来讲 比如说 你那个吊上来的亲人 是不是算什么衣服啊 因为通常使者的衣服 就是他们走的衣服 走的时候穿的衣服就对了 穿什么衣服 之前几乎都百发百中 后来呢 案例一多啊 就破洞百出了 那我是觉得 当这个法师啊 可能 可能如果法师不当的时候 可以去当心理咨询商 因为法师跟那个心理辅导 蛮像的 他说 你叫我说是不是穿那个 红衣服 男牛仔裤啊 不是耶 哎 哎 哦 要做人啊 好 等一下等一下 要上去掉吧 哎 男牛是红裤子对不对 不是耶 哦 好的 等一下 他到底穿什么衣服 他说 你记错了吧 你记错了 对不对 当我说你记错的时候 他说没有啊 他是穿什么样的衣服 哎 我就知道他穿什么样的衣服 懂我意思吗 所以 其实 法师啊 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的 这就当我入了那一行之后 我才知道 法师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什么事情都很准的 刚开始的确我很准 但是后来呢 越来越不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呢 我师父就开始慢慢教我 有一套的说法跟说词 总是能够弥补那些小错误 信众们不会在意那一个 他们不在意那一个 所以 所以他们利用那种宗教上面的 一个 一个 一个权威性啊 还有一个 就是人 那个 对于这个 这方面真理的 认识 知识的 无知啊 啊 来 控制他们 操控他们 所以啊 感谢赞美主 所以 的确 撒旦是他有能力的 他有他的一个国 他有一套的系统 那我 后来我也才知道 人死后到地间啊 不会再上来啦 不会再上来 所以我所钓的那到底是什么 你看 有时候还钓错人 你看 那其实啊 都是乌鬼来着 的确 因为我从小到大 我都看着乌鬼长大了嘛 他们都会变幻形象 半句话说 他想要让你看到什么形象 他就会让你看到 什么样的形象 所以乌鬼是会放话形象的 半句话说 我就想到说 我钓上来的人 这是他的祖先吗 我也不知道 那到读了圣经之后 我才知道 乌鬼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撒旦对于过去的事情 他是完全知道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有个信中来 你不用讲 你不用讲 你再给我名字就好 谁要给我名字 谁要给我名字 我就可以把他 这个礼拜 或是几年前 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把他 讲得轻易促途 因为我不是有十二个金生吗 一个金生就掉资料 某某某 去掉资料去了 然后资料全部来了 他就什么事 哇 吓死了 师父你好准 当然很准啊 他对过去的事情是了不知的 那未来的事情呢 他完全不知道 真的 因为我们就是说 在告诉信徒说 你未来会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凭着我们的灵感 好像自己看灵一样 凭着我们的灵感 因为邪灵对于那些东西 未来的事情 他一无所知 对啊 感谢赞美主 所以啊 唯有神是全能的 便利的 还有这么的亲切 那不要有问答时间了吧 不要有问答时间吗 不要有问答时间吗 你有祭拜祖先的问题吗 有 有啊 那你有什么 你们家有祖先的牌位吗 没有 那为什么会有祭拜祖先的问题 因为都要回去拜拜 那你知道你拜的是什么吗 就是祖先啊 真的是祖先吗 祖先牌位 这个牌位住的里面住的是谁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对吧 这就是问题所在的 所以一般人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所拜的祖先牌位 都是传统 传统 它是变成一种礼儀 礼儀跟文化 传统跟文化 事实上 当你拜那个 你试试看喔 真的你试试看 你看我们台湾 是最多神的地方 当然 我不能这样说台湾 因为希腊也很多神嘛 对不对 但台湾连狗跟石头 都可以成神了 你看 我觉得台湾是神最多的地方 只要你朝着一个东西拜 你拜他拜久了 就会有邪灵进去 你对那时钟拜 我告诉你 拜个他 拜个人大概一个礼拜 就有邪灵出进去 因为你拜的东西 就有邪灵出进去 因为邪灵会吃你那些所拜的 乌鬼会吃你那些所拜的 所以最近那个什么 隆隆拜拜 或者是七月半的时候 外面都在拜拜 开工拜拜 什么对不对 你永远不知道外面是吃的 那是什么人 还好我现在看不到 我以前看到的时候 你都知道 五花八门 你乱七八糟的 你乱 对不起我把他抵出来 没有那么恐怖 好不好 没有那么恐怖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 你在拜的是谁 你这个排位拜 那排位里面 就是住了你的祖先吗 曾经有个例子 我听一个弟兄讲个例子 他就说什么呢 他妈妈说 他妈说他也要 要他死后 一定要拜他 不然他会找他妈在 结果他有一天 趁他妈妈睡早的时候 他就摆了一桌盐席在他妈妈旁边 妈 你来吃啊 结果他妈起来之后 你说 你刚才在干嘛 我说我在拜你啊 他说小丁啊 我给睡了 你怎么吃得到 他说对啊 妈 你在睡了都吃不到了 何况你死了 死了根本更吃不到啊 人下的阴间就不会再上来了 圣经里面呢 也都没有如此的记载 只有一次记载是神允许的 所以其实人下阴间呢 就在阴间等候主白了 那那些 这些撒旦的系统到底在什么呢 都是乌鬼在扮演的嘛 因为他要让我们有一个逻辑 符合逻辑 如果不符合逻辑的话 他的系统就崩溃了 所以 有些读到那个什么 大鬼赶小鬼 有没有 都一国啊 他自相分身 的话 那个国就什么 就狂 就美了 所以撒旦必须要让他的国 存立 所以呢 他怎么样 大鬼赶小鬼啊 赶来赶去都是鬼 所以牌位的问题的确 这里很难突破 但是呢 祭祀牌位是对祖先的纪念 最重要是重在那个 对祖先的纪念 换句话说 小平对不对 小平 你阿公的爸爸叫什么名字 你也不知道啊 你阿公的爸爸叫什么名字 那你拜祖先的意义在哪里呢 他已经变成一种 就是仪式了 对不对 就是仪式 对哦 你那你这样的意义啊 这个已经变成是一种礼俗 跟仪式了 所以 他并没有存在任何实质意义 有一个实质意义 就是你在败鬼 的确 我原谅我这么说 但是 我的确 就是把我所经历过的 我告诉你 的确是这样 那 所以 像我阿公的爸爸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晓得啊 所以 重在那个对祖先的敬念 对祖先的敬念 就好了 我们不需要去拜 因为啊 这圣经里面说 但要 侍奉神 敬拜主你的神 拜的只有一位 就是 这位至高的神 这位正神 Amen 感谢你们